下面要讲的故事 名字叫做狗和影子 这个故事里 只有一种动物 就是狗 Dog Dog 好,故事要开始咯 有一只Dog 跑到树林里去玩 当它要回家的时候 发现了一根肉骨头 肉骨头是Dog 最喜欢吃的东西 所以它马上咬了起来 然后决定回到家里 再好好地享受 这一根肉骨头 Dog高兴地咬着肉骨头 走回家 当它经过一条独木桥的时候 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 非常的好听 于是Dog就在桥的中间停下来 欣赏好听的流水声 河水非常的清澈 连水底的石头 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当Dog正在看水底的石头 突然发现水中有一只Dog 再仔细地一看 哇,水中的Dog 也咬了一根肉骨头 而且这根肉骨头 看起来比它现在咬住的肉骨头 还要大 这只Dog突然贪心起来 它想把水中那只Dog的肉骨头 抢过来 于是就对着水中的Dog 汪汪地大叫 可是这一叫 却把咬在嘴里的肉骨头给放开了 啪通一声 肉骨头掉到了河里 被河水冲走了 Dog仔细再瞧瞧水中那只Dog 哎呀 原来是自己印在水中的倒影 根本没有另一只Dog Dog又伤心又后悔 都是自己太贪心了 才会失去 本来拥有的那根肉骨头 小朋友 狗汉影子 故事讲完了 我们来复习狗的名字 请小朋友跟在后面念 狗 Dog Dog